基隆市111学年度的国中小科展 共有12件优良作品 将代表本市进军全国科展 国中方面有中正国中 名传国中 五轮国中 信义国中 共6件特优作品 国小方面有八斗国小 五笃国小 七笃国小 信义国小 与深美国小的6件特优作品 学子的研究主题广泛 透过科展的锻炼 让学子们培养满满的学习力与专注力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种螃蟹呢 我们在第一次进行野外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 静人咒蟹是一种生活在石头下 沙子里面的小螃蟹 那所以我们就会想要知道 它们是怎么进去的 它们又为什么会在那里 那它们在不同环境下 又是否会有不同的挖沙行为呢 于是我们就对这个物种 展开了将近两年的探讨 而我们在我们的潮间带 也可以找到静人咒蟹 通常都是分布在离海比较近的区域 我们在每个月进行的 观察调查当中也可以发现 静人咒蟹的傍晚期是在4到9月 不断的从室内实验 然后野外验证 室内实验野外验证 那它一系列 不断的一直重复这些 练习 所以对小学生来讲 它们培养的其实不是知识性 我觉得知识性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它这个过程里面 养成了一种对于主题 某一个事务 或者某一个项目的专注程度 还有投入程度 还有持续性 我们用羽球拍直接来做实验 发现甜蜜点在正中央 跟大家说的中央再往上一点不太一样 如果要挑选球拍的时候 想要攻击型 可以选重心 差不多在一百分之五十级的位置 如果想要防守型的 可以选重心在一百分之四十级的羽球拍 然后去找寻 在网路上搜寻 我们要怎么做实验 所以我们这实验都是参考了 网路上的部分 然后再做修改 我们之前做了三代的实验平台 发现长度和宽度 不会影响甜蜜点的位置 而材质和重心 会影响甜蜜点的位置 对于球有更大的 那种研究感的 就说不定知道去打羽球的时候 可以就是 就是变得比初学者更厉害 那学生在这个部分的话 他们就会去探究问题 然后搜寻答案 然后自己再去想 我要怎么做实验 那其实我们这个训练 大概花了快半年的时间吧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在校园的花圃中发现 蜘蛛有社会性行为 所以我们决定研究他的共知网 这个作品基本上他们进行将近一年 要先野外观察 观察完之后才再进去实验室 也就是在我们的学校教室里面 进行这样的研究 然后我们就是决定做一张 兼蔓迎复制的模拟的网 然后用列物摄像单格和多个网 然后看他们的比 那个比对一下他们的差别 那我们还有做另外一个实验室 是两个平面网 那我们是将仿生列物 仿生列物设在第一个网 但第二个网只有以往连接 没有直接接触 所以在实验结果中 第二个网的震动幅度 大多大多是小于第一个网 所以我比较希望培养他们 在日常生活中 可以寻找到有趣的题材 然后可以在题材里面寻找问题 那寻找这些问题之后 再进行探究跟探索 那这个过程中就会培养到 他们不断的思考 不断的去改变我的研究方式 然后最后得到了一个结论 那整个过程来说 其实不见得有没有得奖 重点会是 他们在整个学期里面 包含跟团队合作 包含跟同学之间的一些争辩 还有跟老师讨论 今年的全国科展 预计7月底在基隆举办 基隆九所学校共12件的特优作品 将代表基隆角逐全国科展 师生们也期待 能在全国科展再创佳击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